人在天涯 新系神舟 细看中国 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样的一部好莱坞电影 Benjamin Button 里面讲述的是一个小孩子 生下来就是一副老人家的模样 所以他的父母就把他遗弃到了一座老人院的门口 正是因为有了老人院的帮助 这个孩子才得以健康的长大 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 这个孩子不光越活越年轻还越长越帅 这个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弃鹰的故事 在中国从2011年6月开始 在河北石家庄市福利院的门口 开始建立起了一个弃鹰岛 短短三年间 全国各地已经开始有了25座这样的弃鹰岛 弃鹰岛这个词 弃鹰岛这样一个小屋 已经渐渐地走入了我们的视线 所谓弃鹰岛 又叫弃鹰安全岛 是一种为弃鹰提供的室内庇护场所 里面不仅有保温箱 排气扇 被褥等 还保持了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院长张东方介绍 近年来 从收纳的弃鹰来看 乌鲁木齐市的弃鹰 大部分来自社会流动人口 孩子将生后带有疾病 但大部分家庭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最终导致孩子被遗弃 2009年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了抢救性工程和关爱性工程两个项目 免费为家庭贫困有疾病的孩子做治疗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做的过程当中 明显的感觉到在逐年下降 在逐年下降 这就说明了只要社会上给他们一点帮助 我们机构当中给他们一点帮助 政府在给他一点支持 其实家庭还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够一直在家庭里面生活的 2014年3月 广州首个弃鹰安全岛试点 因短时间内接受弃鹰的数量过多 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极限 被宣布临时关闭 张贴着写有孩子新生的宣传花报 设立于广州市福利院的弃鹰安全岛 在1月28日投入使用 截至3月16日 共接收弃鹰262名 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 目前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 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 有市民表示 弃鹰关乎于社会教育和道德 社会需要加强关注和健康引导 广州可能是一个 就是人口还有各方面比较复杂的一个城市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也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只能这样说了 但是就说如果存在这个需要 他们不设置青鹰岛 那他也只能往别的地方去了 教育方面要 把年轻人自己要负责任 如果是大多人不负责任 这个社会会乱 广州在一个半月试点时间 接收超过200名七鹰 远超过其他城市同期数量 专家认为交通条件便利 人口流动频繁 医疗资源集中是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使 婴儿移屈率的身高让我们觉得心痛 七鹰岛给了孩子一个安全的小屋 但是这样 移气他们的父母就可以得到心里的安宁了吗 小安安在太原市儿童福利院 已经生活了五个月 2013年12月24日凌晨 她被送到七鹰安全岛 因平安夜而得名安安 迄今为止 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七鹰安全岛 已经收到超过15名七鹰 该院的七鹰安全岛 是山西省首家七鹰岛 在2013年12月19日正式运行 走进安置婴儿的楼层 走廊里不时传来孩子们咿咿呀呀的叫声 小安安所在的房间位于走廊尽头 屋内十名婴儿全是脑瘫痪儿 五个月的安安躺在婴儿床内 鲜少与人交流 只有看到照顾她的阿姨 才会掠出一个笑容 和安安一样被送进太原市福利院的孩子 共有600多名 自七鹰安全岛成立以来 这里共接收七鹰15名 七鹰成活率相对以往有所提高 一次在公共场合肯定是不如在安全岛里面 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 我们第一时间去采取一些措施 包括第一时间我们去医院 把孩子送到医院去救治 这肯定是 肯定要是相对于以前来说 这个成活率肯定要是会有提高 在过去一年 七鹰安全岛在中国多地陆续启用 有数据显示 南京在启用一周内接收七鹰17名 明显超过2012年同期数量 广州社会儿童福利院 启用七鹰安全岛15天 接收七鹰79名 引发舆论在保护婴儿 还是纵容犯罪间争论不休 5月20日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对昆明七鹰安全岛 进行七鹰救助模拟演练 这意味着云南省 首个试点的七鹰安全岛 将正式投入使用 上午演练开始 只见一个妇女带着行李 抱着一个婴儿 走进距离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不到50米的七鹰安全岛 同时位于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值班室里的警报响起 接到警报后 一名保安向安全岛走去 四处查看 另一名保安向福利院 和警方报警 在几分钟后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医务科的工作人员 到达安全岛 对七鹰进行身体检查 随后民警赶到现场 了解相关情况之后 将孩子带到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这个安全岛 它不是鼓励父母 把孩子移气到这里 它也不是钓鱼执法 就是不是设置一个圈套 让父母过来 把孩子翻到这儿 然后就把父母 按及气罪行驱起来 这个都不是这些目的 它主要目的就是 保障孩子一个生命 生命至上的一个功能 感谢您今天共同关注七鹰岛 期待下次再来细看中国 5月26日 香港艺人郑秀文 在上海出席某品牌活动 相识相恋 已经十多年的 郑秀文和许志安 终于传出婚讯 但近日 因为许志安的包凶去世 他与郑秀文的婚事 将无限期的拖延 当郑秀文被问及 延后婚事是否会介意时 他表示 结婚仅仅只是一种形式 5月27日 艺人文永山在香港出席了 一个香薰品牌 大中华区首间新店的开幕仪式